各位花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到青苹果花草园来看花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三盘花 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的确呢,我之前是都介绍过它们 现在呢,它们都长势极好 目前都是它们的圣花期 所以一定要拿来再给大家仔细欣赏一番 这一盆呢,就是我之前介绍过养了三四年的一盆蝴蝶兰 现在它的每个花苞都打开了 当时它只开了第一朵的时候 我就给它做过视频 现在呢,它每一朵花苞都开得非常好 目前呢,它还有三个花苞没有打开 我把它呢,放在洗手间里 有一点点散色的光 它就长得非常非常好 应该说呢,基本上我就在它花后呢 没有怎么再管它了 也就是给它浇过一次或者两次水 我都记不得了 我是感觉到它非常干的时候 给它浇一次 那么它就在洗手间里 感受着洗手间的那种温暖的湿润气息 然后一朵一朵花苞打开 没有一个花苞是牙掉的 所以人家说呢,一盆花买回家以后 只有你自己把它再一次养开花了 那它的每一朵花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因为呢,它适应了你这个家的环境以后 它就会非常顺其自然的接花包 然后一朵一朵打开 这一盆蝴蝶蓝呢 我当初也介绍过它 那它现在呢,也几乎快要打开它所有的花苞了 我呢,查到了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呢,叫小家碧玉 应该就是的,它呢,是迷你型的 那它现在的这个状况是好到了极点 而且呢,我也是没有怎么去管它 再一次证实了 就是说你能够自己把一盆蝴蝶蓝养开花 它就是非常顺利的 无论是打开花苞呢 还是它的后期萌动花芽啊等等 它呢,就是能找到 就是你照顾它的那种规律 然后它就适应你的这个规律了 所以我觉得植物其实也真的是非常令人喜欢 因为它们呢,也是 就当它们适应了你的环境以后呢 它们就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烦恼啊什么的 它就是会很顺利的开花 然后呢,让你享受它的这个花色之美 这一盆呢,之前我也介绍过 当时呢,因为它的叶子被我不小心弄伤了 晒伤的,所以呢,我介绍过它 但是呢,现在我也不再为它忧心了 我后来呢,把它放在了也是没有光线太强烈的地方 本来呢,我把它拿进来的时候呢 它只开了很少的两三朵花 那我曾经担心过它光线不足 它后面的那些大多数的花苞会打不开 因为它后面的花苞很多很多 比我刚才讲的这两盆呢 它的花苞呢,都要多很多 而且呢,我把它拿到室内的时候呢 它的这些花苞都还都小的 非常的小 有的呢,都没有绿豆大 有的也只比芝麻大一点点 我还很担心 我想如果不给它足够的光照 它后面的这些花苞是不是就会影响生长了 结果呢,过了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它没有 它后面的这些小花苞呢,继续发育的很好 可见呢,一盆蝴蝶呢 那它晒了足够的这个阳光有后呢 它是能够储存这些阳光在它的体内的 那这些阳光呢,促成了这个花苞的分化 就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一盆花 被阳光灼伤以后呢 把它拿到室内 即使暂时没有一个 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 既不会灼伤它又光线比较好的地方呢 你就是暂时把它放到一个光线稍微差一点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光线都没有 就是说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呢 它也不会停滞生长 我想呢,这应该和就是第一个原因呢 应该是它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环境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确实呢 可以把储存在体内的这个阳光给它 创造的这种 创造的这种 创造的这种花苞分化的幸福感 一直呢,一直呢,延续下去 这就是我呢,今年养自己养开花的其中几盆蝴蝶兰 它们呢,目前的状况越来越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花呢 请你给我的花点个赞 如果你想继续看到我的视频 可以登陆YouTube 在我的视频右下角 找到英文字subscribe 点击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